那我们觉得二季度的话这样一个数据的话呢 相对而言全球还是非常的亮丽的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财政跟货币政策 像经济的输送了更多的资源 也对一些主要的经济主体 就是各种类型的这些企业 包括中小微企业呢 给了更多的这些支持 财政和货币方面都有发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使得整个的复工复材 财量的积蓄 以及服务业的这个修复呢 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升的迹象 我们看到从二季度开始呢 GDP数据逐越再回升 这其中呢 一个是由于我国在疫情防疫方面 做得非常好 非常成功 整体呢 从二季度以后呢 我们的生产生活呢 就逐步走上正轨 就是复工复产呢 逐步逐步的归附正常 再加上呢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包括扶植中小企业 包括促进国内的这种消费 所以整体来看呢 我们觉得呢 我们国家经济这种发展的任性非常强 我们看到了一种消费的迹象 你知,這些數字都發布了 從美食品的市場上, 市場上有更新的地點, 現在還會進入了在末日 所以這意味道, 這些是最主要的食物還在這裡 我們決定這裡做了 研究中心的研究,在中國 因為沒有更好的地方 比中國來臨 這次的生命運動的生命 這裡是我們來的 技術的解決方法 幫助很多 中国在关于数据技术的选择 我们在近两年建设的东西 现在从中国的货币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积极地发挥了很多重要的作用 也在积极地推动经济全球化 继续向前发展 这个对于当前稳定世界经济 特别是能够推动全球化 继续健康发展 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也为各国共同抗击疫情 起到了提振信心的作用